但是我們十三條、十五條、十五條之一討論結束以後 我們的一些委員、一些小組的成員 有在討論希望我們今天能夠建立主席、能夠兼任黨主席 所以我們今天由廣畢林委員代表 我們成員向這個主席最後建立 最後經過中主委的熱烈討論 也非常誠懇的建立我們的主席擔任總統 希望能夠兼任黨主席才能夠讓黨政同步 我想這個建立最後蔡主席欣然結束